言行相符 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决定没有妄语 没有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 我们要是听别人来挑拨是非 用什么方法去对待 看对方对方有善根可以交要劝导他 对方没有善根一句话不说 不必去辩驳 辩驳言语造成所谓欲描欲黑 那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劳资道德经大便若呢 庄子其无论大便不言 佛陀解决方法是默然一句话不说 没有任何表示守住自己的清静心 让外面的世事非非自然化解 这个好 这是真正智慧的方法 这是言行相符 所作至成 无论对人对事对我 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这是一定要学的 中国古人叫人吃亏是福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会不会上当 不会的表面是上当 实在后面有大福在后头 我们学佛之后了解三是因果 才真正知道世间没有一个吃亏的人 也没有一个上当的人没有占便宜的 为什么 来世要报欠命要还命 欠债要还钱还的时候还要付利息 你哪里吃亏所以一定晓得因果通三世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跟人相处心境平和 对人对事才能真正做到公平 公是什么 没有私没有私就公 没有分别执着就平 不肯去亏 不肯上当那个麻烦大了 来生还要讨命还要讨债